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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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们 早上好 平安 很高兴 你敢于再一次来到殿中 来看见你们 一张张的可爱的女童 阿们 阿们 邀请你此时时刻 站立起来 让我们一同来敬拜 赞美我们的神 赞美祂是喜乐的 赞美祂是下大能能力 在我们的当中 阿们 阿们 虽然道路续续 回来陷阱 但我心中知道 你已经多散 不能明白为何 爱始终待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大山为我都看 大海涌入出来 我要到此时告别书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了地盼 你受伤了地盼 展现释迦大海 我要到此时告别书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了地盼 你受伤了地盼 河南迁阱 你受伤了地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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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担忠 你跨兰 我明白 你爱我 永不等待 你保守我的心怀 敌我的双手 不防困 你跨兰 我明白 你爱我 永不等待 你保守我的心怀 听我的双手不放开 大山为我落胎 大海流露出来 我要大声学到耶稣 你彼此可散 你手上的地盘 传写世界大爱 我要大声学到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要大声学到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要大声学到耶稣 你一直都在 阿里亚 赞免我的耶稣 祂一直都在 阿里亚 祂一直都在 阿里亚 祂的祂 祂一直都在 祂一直都在我们的身旁 我们要感谢祢 祢是慈爱的主 慈爱又真实的 我们要望在祢的 感谢祢耶稣 帮助我们 当红水来的时候 祢依然都在 阿里亚 祢依然都在 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稣掌圈 祢依然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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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上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用赞美和感谢 迎接每一天 当上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圣圈在每一天 耶稣在圣圈 五岁凡难的时候 耶稣掌卷 痴灭受敌的时候 耶稣掌卷 五岁凡难忘记 只要全心来相信 耶稣掌卷 他凡事都掌卷 高唱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用赞美和感谢 迎接每一天 当上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圣圈在每一天 耶稣在圣圈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用赞美和感谢 迎接每一天 当上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圣圈在每一天 耶稣在圣圈 高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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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您在圣圈 我们要赞美祢 我要称谢祢 直到永永远 阿们 圣的主 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 加给我们力量 主 凡事靠着祢 我们都能做 谢谢祢 耶稣 在人们 在神 凡事都难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事未曾看见 依然仰望是家 心事万全交脱 神指主一张圈 我靠着那家给我的两地 凡事都能做 我凡事都能做 我疯了我的故 主平安在我心里 我靠着那家给我的两地 凡事都能做 我凡事都能做 我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家给我的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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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家给我的两地 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家给我的两地 凡事都能做 我 destrujoj 我满事都能做 我满事都能做 主 祢是赐福的神 祢为赐福的神 祢赐给我们盼望 团团间都要来经历你的恩典 主 为你的恩典才是甘甜 祢是我的主 祢活着正义路 高山我的鼓 都是祢在保护 万人中未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迷信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手 先引我走这人生路 使得主 每一步 都是祢所赐福的 我们每走一步 都是用祢的爱 的手牵引我们 每一步 守世时刻 让我们来祢 探心你的舍 带领我们的命 带领我们的美额 上去找祢 尤世时刻 让我们来祢 探心你的舍 带领我们的美领 矿领我们的美领 万人终为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心 这一生都是祝福 离步又离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徬徨之路 你爱你手 先引我走着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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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走着人生路 你爱你手牵我 走着人生路 祝我们感谢你 祝我们感谢你 每一步都是你拥有 是神爱说来牵引着我们 我们献上赞美 我们继续的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更多的赞美他 我们赞美他 啊赞美 赞美耶稣 啊 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 你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爱情 我们献上赞美敬拜 感谢 祷告奉出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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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祝你平安 感谢赞美主 我们来到神的殿中 所以呢 今天早上 我们要将我们在生活中 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完全交托 完全来信靠神 因为我们的耶稣掌权 Amen 因为我们的耶稣掌权 Amen 我们将荣耀能力 归给我们的父 Hallelujah Amen Amen 欢迎今天早上出席 淡宾尼和乌兰会所的弟兄姐妹 真的很久没有看到大家 今天早上我来 看到每一位弟兄姐妹脸上 洋溢着喜乐平安的笑容 真的感觉回家真好 所以呢 回到神的家中 我们要将所有的一切来交托 好 现在我们 丹宾尼和乌兰弟兄姐妹 我们 欢迎一位手 见到大家 非常的甘心 感谢神 带领我们 来到家中 要一起 敬拜神 领受神的祝福 和神的恩典 好 也欢迎现在 正在线上观看聚会的弟兄姐妹 欢迎你们 我知道今天早上 有很多新的朋友 那现在我邀请 新的朋友 不管你是在乌兰 还是在丹宾尼向我们挥挥手 好不好 有新的朋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几位新的朋友 丹宾尼有吗 可以 欢迎你们 哇 真的很高兴 见到你们 同时我们的招待员会将 邀请你们填上信任卡 所以我们一起在神的爱里 今天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要彼此学习 彼此扶持 因神的爱 因神的话语 使我们成为祝福 也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Amen 好 弟兄姐妹 我们来宣读我们口号 持守真理 依靠圣灵 爱如家人 心力大能 为主发光 见证复兴 地上得祝福 天上得奖赏 Amen Hallelujah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教会已经在两个会所 恢复了200人全面接种疫苗的实体聚会 英文聚会时间是早上9点 中文聚会时间是早上11点30分 线上聚会时间如往常一样 英文聚会是早上9点即11点30分 中文聚会是早上11点30分 有关其他详情 请参照我们的灯塔快讯 爱心提醒 每个主日呢 我们将一起在线上领受圣餐 所以参与线上的家人们 领受圣餐前 请预备好你的饼和杯 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 关注本周的其他报告事项 亲爱的会众 教会已经恢复了每个主日 在丹宾尼和乌兰会所的实体崇拜聚会 欢迎大家回到属灵的家 一起敬拜赞美神 参加全面接种疫苗聚会者 必须全面接种 请携带您的TraceTogether 合力追踪应用程序 Health Hub应用程序 SyncPass应用程序 或打印的疫苗接种卡 显示疫苗接种证明 携带您的TraceTogether Token 合力追踪反应器 或启动手机上的相关应用程序 通过在线预定聚会门票 时刻戴上口罩 保持安全距离 每个星期三早上10点开始 小组组员可以优先预定入门票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开始 入门票将继续开放给所有会众预定 一直更多详情 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我们期待与您在教会见面 虽然现在是艰难的后遗情时代 即是我们邻里应当兴起的季节 10月1日晚上7点 我们中文聚会将会第一次 举办线上复兴特会 从命定中兴起 Rise to God's Destiny 台湾教会使徒与董推广 著名企业家张启明长老 和耶路撒冷万国祷告院前华人事故负责人 黄岐会牧师将作为特别讲员 Zoom ID 876-7707-2074即可 具体聚会强行 您也可以查看下列链接 或者扫描下方的二维板 预备我们自己的身心灵 在这个特别的时代 抓住神的应许 得着神的恩高 看到生命的翻转和复兴 从命定中兴起 我们特会见 鼓励大家在主日聚会开始前 一起同心上线代导 时间是主日早上7点到8点 承导会议的Zoom ID是631-622-717 随着教会实体聚会的重新恢复 自九月份开始 星期二晚上的线上祷告会 也恢复到每一个月份的 第一个星期二举办 敬请大家如意 分线是敬拜神的一部分 鼓励大家继续通过银行转账 及PayNow服务分线 若您是在教会 要通过现金或者是支票分线 聚会后请将您的分线 投放在出口处的分线箱里 神祝福我们 同样我们也心甘乐意来到神的面前 献出我们的心和手中少许的金钱 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为分线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 每天无时无刻地看顾保守我们 因着你的话语 在我们生活中带给我们的是喜乐和平安 也赐给我们生活中的勇气和力量 我们现在要将手中少许的金钱和我们的心 完全地交托 完全地献上 求主悦纳也继续求主赐下你的话语 拥有我们的心 全人地依靠你 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命定 改变我们的生命 一步一步地更靠近你 让我们能够为教会 能够为神的国度 继续传扬你的福音 使更多人能够来到教会 来到你的殿中 来认识你 来信靠你 来知道你就是这位永活的真神 世大八天父 我们在此同心和一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阿呜 风雨终于我同行 大风吹过了 我信心更坚定 紧紧抓住你 每一个无需 耶稣的爱 胜过狂风暴雨 是我心灵的安宁 风雨终于耶稣 领我向前行 不怕风雨 石头已尽 小小洒洒 跌倒了再爬起 有平安在我心里 风雨终于耶稣 领我向前行 主的眼点 温暖我心 跟随主的脚步 越走越光明 雨后的天空最美丽 不怕风雨终于耶稣 不怕风雨终于耶稣 尝尝尘过狂风暴雨 尝尝 历尝 trace 跌倒了再爬起 有平安在我心里 风雨中有耶稣 领我向前行 主的恩典温暖我心 跟随主的脚步 越走越光明 日后的天空最美丽 风雨中有耶稣 领我向前行 不怕风雨石头已尽 笑笑洒洒 别倒了再爬起 有平安在我心里 风雨中有耶稣 领我向前行 主的恩典温暖我心 跟随主的脚步 跟随主的脚步 越走越光明 日后的天空最美丽 跟随主的脚步 越走越光明 日后的天空最美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欢迎林俊亮牧师 为我们做今天的分享 大家好,平安 我喜欢你们的一个主题 回家的感觉真好 等一下我们都要回家,对吧 而且很多人现在待在家里的时间 或许待在外面的时间更多 现在政府也鼓励我们多待在家里 少出门 所以我们对家的感受很深 有些人喜欢自己的家 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家 喜欢自己的家 是因为你在家里面 大家能够接纳你 认同你 不喜欢的是因为 你觉得家里人不了解我 家里人不爱我 所以很多 现在我们从每个地方都看到很多老年人 他们宁可花很多时间在咖啡店 花很多时间跟朋友聊天 就是不想回家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 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家是一个上帝为我们预备可以休息的地方 今天我们不但要很清楚的认识 每一个基督徒在家里面所要担负的责任 另外我们还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 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 这个家就是天上的家 阿们 弟兄姐妹 这一点一定要很清楚 而且很确信 你有一天 你要回到那个天上的家 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有这样的认知 为什么 因为这跟我们现在的疫情非常大的关系 很多人一听到疫情就怕了 尤其是今天早上 我没听错的话 应该是本土的本地的这个冠状疫情已经上到千一千例了 那么全世界192个国家都有这个疫情 全世界有2.2亿的人患上这个冠状病情 全世界一共有大概接近500万人死于冠状病毒 当我们听到这些数字的时候 我们有些人就怕了 有些人怕到一个地步 就是连教会都不敢来了 阿们说 万一我去教会 我回家的时候 然后我中病 然后我死了 怎么办 弟兄姐妹 我盼望说 今天在这里啊 你能够认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耶和华上帝 他是我的上帝 既然我认他是我的上帝 他是我的天父 我的事就是他的事 我的生命就在他的手中 所以我这一条命 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已经知道 他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 可以看得很开 可以看得很远 无论这个疫情来了 结果是不是 我可能会中这个重病 结果可能是不是 我会死亡 弟兄姐妹 这一切对我们来说 都不是成为我们的拦阻 都不是成为我们的挟制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已经胜过死亡 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 无论生或者是死 都在天父的手中 我们也知道 唯有他能够这样的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因此既然有这么 一位这么好的上帝 爱我们的主耶稣 那我们要在他的面前宣告 说主耶和华上帝 爱我们的主耶稣 你是我唯一信靠的真神 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 告诉他说 除你以外 我没有别的神 我没有别的神 很多时候在这个疫情来了之后 我就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上帝选择在这个时间 把疫情放在这个世界 不但是全世界的人受影响 上帝的儿女基督徒们 也同样受影响 当我们受这样的一种影响的时候 我们可有花一点时间 不要求你很多时间 花一点时间 认真的去思想 会不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惩治 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管教 有没有 兄弟姐妹 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想 会不会我们在不败别神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得罪了我们的上帝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就要悔改 弟兄姐妹 是的 我们再次在主的面前 我们要好好地思想我们的信仰 如果耶和华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真神 没有任何疫情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病痛 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让我们与主的爱隔绝 Amen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一定要更清楚地再次地宣认 我们的信仰 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到五节的经文 这三节经文 我们另外一个slide 这里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 水中的白雾 神像 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 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是祭邪的上帝 这个是上帝在十节的诫命里面的时候 吩咐以色列人 第一节第二节最重要的 你们一定要持有信仰 既然我们说 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 那我应该要跟耶和华上帝说 我谢谢你选择我成为你的子民 我也求你帮助我 除了你以外 我没有别的上帝 兄弟弟 我们看另外一位的上帝 我们看另外一个下帝的时候 告诉我们 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 这样的一个思想 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 这样的一种的思想 一定要常常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就像婚姻一样 这个人是我的老婆 她是我唯一的老婆 除她以外 我没有别的老婆 弟兄姐妹你能够这样说吗 或者是说 除她以外 我偶尔还有一个小老婆 我们不能这么说 或是说除了这位 Handsome的弟兄以外 我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弟兄 不可以 在婚姻的制度的里面 是很直接的 一夫一妻 对不对 我们只能够接纳一个 我们不能够接纳两个 所以在信仰上也是这样 我们要承认 耶和华是我独一的上帝 所以当摩西宣布十条诫命的时候 他要让他们知道 你们必须要改变过去的观念和思想 在当时的人 他们都是相信 有神的 而且他们相信 有很多很多的神 甚至相信 很多超自然的存在 但是有一个问 问问 误区 误区 这个误区是什么呢 就是人可以 把什么 都当作是神 比如说石头 比如说木头 都可以变成神 然后我们从 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我们去了解 在他们 摩西还没有带领他们 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有几百年的时间 他们住在埃及地 住在家 在这块非常复杂的地方 这个地方充满着各种拜偶像的行为 我们知道 当时 在摩西还没有带领 以色列人 出埃及之前 有一个十灾 十个灾难 那么这个十个灾难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在对付 埃及人 所拜的 十个神 其中有一个神 是苍蝇 而我们福建人说 什么神都拜 就是苍蝇 没有拜 可能华语这样讲 可能讲的没有什么感觉 而是福建话就不一样 他说 所以很清楚的知道 原来苍蝇也是神 华人也有这样的思想 而埃及人也是这样 所以 在众多神明的那种的生活的里面 人就是觉得说 我不能够缺少一个神去拜 所以 什么神我都拜 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 有太阳神 有月亮的神 有巴黎 有阿瑟拉 有摩洛 等等这些神的存在 而以色列人 被他们影响 甚至一直到出了埃及之后 他们仍然被这种思想所影响 所以圣经 刚才 我们再跳回去 刚才的那个slide 这里 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五到六节 这么说 他说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在这里很清楚的上帝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然后他又说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一致的 在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 一再强调 一直在重复这句话 弟兄姐妹 为什么上帝要重复的说 就是希望你记得 要记得 记在你的心中 既然我们今天说 我们是相信耶和华上帝 让我们就要以他为我们唯一信靠的对象 这样的一个信仰 是值得我们去看重 而且持守到底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思想信仰的时候 你就不会很容易受周遭的 或者是过去的信仰来影响你 在我们 有人这样的统计 在我们华人的民间的信仰里面 所拜的神 至少有两三千种以上 而这两三千种以上的信仰里面 不外大概就是这些 这些的信仰 今天我们不是批评 我们是提出来 让大家知道 首先就是忠孝仁义之事 也就是说 这些人曾经是 很有英雄公义的一面 比如说观公 比如说马祖 这些都是曾经可以说 是有人认为是历史的人物 是存在的 特别是马祖 马祖叫林末娘 跟我一样姓林的 那么后来他就成了神 后来他们去世之后 他们就被盖了庙 然后让人家来祭拜 这是一种 另外呢 传统神话之事 那么神话我们就都很清楚了 比如说奈扎 或者是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 猪八戒 这些传奇性的人物 我们会很好奇 牧师你没有讲错 猪八戒也可以拜吗 的确 我们这里没有拜猪八戒 但是在台湾 他们有拜猪八戒的 特别是色情行业的 他们都有拜猪八戒的 然后我们看世事的列祖先贤 世事的列祖先贤 包括好像我们的长辈 还有包括一些 我们认为很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当他们一去世的时候 人家认为说 这个人死了 他还能够庇佑我们的子孙 所以我们就要拜祭他们 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台湾 那些出名的人物 比如说蒋介石 蒋介石我们都知道 从他的历史里面 我们都知道他是基督徒 可是他去世后不久 竟然有蒋介石的庙 人把他建了一个庙来拜他 这是讲不过去的 这是很难相信的 另外就是这里所说的 世事的孤魂野鬼 人为什么要拜孤魂野鬼呢 人为什么不拜真神拜鬼呢 人拜鬼有几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就是 惧怕的心理 惧怕的心理 所以他们需要怕 需要去拜他 看见这么多人拜 所以他们也跟着去拜 第二种是什么呢 就是属于一种 怕他寻仇 怕他来报仇 也就是说 这个人的去世 可能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可能是因为你的某一种的行为 本人不是直接的 是间接的害死了他 所以你良心过意不去 你知道说他死了 他可能会来找你 所以你就赶快去拜他 是不是 特别听人家说 不是真的 听人家说 有些人要死 他不甘愿去死 所以他死之前 他要穿红衣 穿红鞋 什么都是红的 然后就这样死了 他们说 这样的穿红色而死的 都是厉鬼 但是无论如何 弟兄姐妹 人就是有这样的惧怕的心理 还有另外一个心理 就是什么心理呢 就是怕他骄扰 所以最好还是跟着大家一样 有拜就去拜 然后另外一个 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 就是怕说 希望说这个鬼啊 或者是说这个人 能够让我发财 所以我就去拜他 我想这种心理 很存在在我们的华人的当中 我记得小时候 他们这个乡下的地方 当那个香蕉 要开花的时候 他们在半夜的时候 就在香蕉的那个花 绑了一条红线 他们要怎么样 绑住 希望这个香蕉鬼 给他能够种这个字 种这个 这个叫做赌博 开那个四个字给他 但是 他们说 你如果他真的给你 种了那个 种了那个奖啊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 要懂得还愿 你要还愿 但是有些人就不理了 结果他们后来很糟糕 这个都是听说 都是听说 但是无论如何 人就是有这样的心理 不过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一点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位上帝 这是一个 不能妥协的真理 也就是因为这样 你知道吗 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 有些时候 人家会以为说 你们真的是很霸道 你们真的是很霸道 也就是说 你们认为这个世界 真神只有一位 真神只有一位 所以我们告诉别人 除了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我们是很直接的 这样的告诉他们 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所持守的 就是这样 这位所信的上帝 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是全知的上帝 是全能的上帝 是无所不能创造 宇宙万物的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 虽然人不能够 一时能够接受 我们的信仰 因为过去 我们都活在那种 信仰的里面 就是我们都可以 接受其他其他的信仰 而是一来到 基督信仰的时候 我们都就是这样的强调 除了耶稣以外 我们没有别的神 除了我们 我都和这样的强调 真神只有一位 假神可以有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不能够 得到很多人 来对我们的支持 好 另外一点 我们有没有把 耶和华当成上帝了呢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虽然说 是我承认 我相信上帝 我接受耶稣 但是在我们 后来的日子里面 一直到今天 我们也没有把他 当着是上帝呢 还是说 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也似乎 没有把他 当着上帝 没有把他 再把他放在 我们生命里面 一个重要的位置 以至于 其他的东西 代替了上帝的位置 包括什么呢 很容易的一样东西 就是金钱 特别是在疫情的 这段期间 人更加的看重钱 希望说 能够有更多的钱 有更多的钱 就可以解决 更多的生活上的问题 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 你要有钱 但是你要有命 你没有命 你这么多钱干嘛 钱不能够带走的 对不对 就算是你把新加坡钱 放在棺材里面 一起烧了 你到了天堂 也没有用了 都不能用了 所以 钱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记得 耶稣所说的 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能侍奉上帝 又侍奉马门 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 耶稣也在第二 在这个 面对魔鬼的第二个试探的时候 我们知道 魔鬼把耶稣带到高山上 然后一把一切的荣华富贵 给耶稣看 然后就跟耶稣说 如果你拜我的话 这些东西都要给你 那耶稣怎么回答呢 他说当拜主你的上帝 当拜主你的上帝 单单要侍奉他 所以我们很清楚 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如果要侍奉上帝 我们要以上帝为我们的上帝 我们不能够让别的东西 来影响我们 以色列百姓 在四十年的旷野路里面 我们看见 他们一路的埋怨 他们一到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埋怨 一到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离开上帝 还记得吗 当摩西在山上 领受上帝给他的十戒的时候 山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发现到摩西在山上 四十周夜没有下来 他们就以为说摩西可能死在山上 我们没有头了 接下来我们怎么走 所以他们就要亚伦 给他们造一个上帝 能够带领他们继续走下去 结果亚伦就说 好啦你们有金啊 有银都拿给我 所以也很神奇的 就说把这个金啊 丢在火里面 变成一只金牛出来 然后他们就拜这个金牛毒 就以金牛为上帝 弟兄姐妹 真的是很要不得 这些人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他们仍然没有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上帝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你的生命里面 你也经历了许多许多 你的问题困难 甚至上帝医治你的疾病 上帝解决你的问题 可是今天 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 真的你要好好地反省你自己 你有没有以耶和华为你 现在的上帝 一生的上帝 将来的上帝呢 我们绝不要像以色列百姓这样 在四十年旷野里面 还没有学到功课 弟兄姐妹 你不把上帝当上帝 我要说这是一件大事情 你不把上帝当上帝 我要说这是一件严重的罪 所以我们要思想 包括我们从历史里面 看到挪亚时代的时候 当然我们可以说挪亚时代 当时他们那些人 他们不认识上帝 所以他们所行的都是不好的 他们所行的都是强暴的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我们没有做任何强暴的事情 我喜欢强暴在这里 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任意妄为 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还是当我们要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们都会先祷告 了解上帝喜悦吗 是上帝的旨意吗 还是我们就是任意妄为呢 上帝不喜欢我们这样 来到四世时代的时候 四世时代我们看见 这些人也是一而再的得罪上帝 你看四世纪很奇 看了你会觉得 很不了解的一件事 每一次四世时的 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状况里面 又离开上帝 不把耶和华当上帝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遇到困难了 他们又呼求上帝 然后上帝就派一个诗诗 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几乎都是这样 那么有时候我们看了 我们觉得很好笑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呢 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 我们就说上帝啊我需要你 上帝啊你来帮助我 上帝啊你来救我 但是一旦 当我们一防风顺的时候 平不清云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 就把他给忘了 甚至我们也不觉得 我需要上帝 会不会今天很多人 不回来聚会 是不是他们不把耶和华 当上帝了呢 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君王时代也是这样 为什么他们不要上帝 做他们的主 做他们的神 做他们的王呢 他们说我们要像列邦一样 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王 所以他们来到撒木尔的面前 要撒木尔为他们立一个王 因为他们要自己管理自己 他们不要上帝来管理他们 还有人来管理他们 他们不要上帝来管理他们 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 我们看看自己 是不是也是这样 有时候当我们 觉得我们一切都顺利的时候 一切都都很好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很想说 这些东西都是我拥有的 所以我要管理 我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甚至我要为自己建立更大的仓库 来收藏我所拥有的一切 可是耶稣说什么 无知人 无知的人 今夜要你的灵魂 你所拥有的这一切 要归谁呢 上帝不喜欢我们 随波逐流 上帝不喜欢我们 三心两意 上帝要我们 有始至终 都爱他 都敬畏他 都尊他为上帝 一心一意 把他当成是真神上帝 你说有啊 我的心里面有这样想啊 可是在我们当中 不是说你们的教会 我是说在我们华人的当中 有一些弟兄姊妹 他们还是跟过去的观念 没有完全的切除 所以比如说 在结婚的这件事情上面 孩子要结婚了 当然这是好事 但是父母就看到 女方的女朋友 也来到他家里了 然后他就问他 说你们认识多久了 开始讲一些 好像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最后的重点 他要讲什么呢 他说 我孩子是十二生肖 他是笑牛的 但你笑什么呀 其实他笑什么都没有关系 但是那女的说 我是笑老虎的 他说 心里面就开始觉得不对了 因为老虎会把牛吃掉了 是不是 改天我的儿子一定会被欺负 因为他是老虎婆 会吃牛 像这样的一种的思想 弟兄姐妹 你已经品除这些思想了没有 还是你还是觉得 让这些思想来影响你呢 另外就是搬家 甚至有人说 七月不能够搬家 因为搬到鬼家 七月不能够搬 不能够买车 你买到鬼车 是不是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的思想 今天是不是 生根地固的 还在影响你的生命呢 包括出病 弟兄姐妹 出病其实是 只是去送病嘛 没有什么 但是你会发现 还有一些 不是很清楚的一些老基督徒 他们家里外面还种了 那个什么叶子 有一种叶子 那么他采了一些叶子 然后石榴花的叶子 好像是 然后他们就拿了那个叶子 去洗手 冲凉 就把一些衰气 不好的硬气 全部都洗掉了 有没有这种 有啊 弟兄姐妹 想这样的 这样的思想观念 都不是 我们应该有的 也告诉我们 当我们有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没有完全的 依靠上帝 我们不把上帝当上帝 既然我们相信上帝 我们全然依靠上帝 我们就不被这些东西所影响 相反的 我们要在人的当中 要站得稳 要让他们看见 就是在我们最糟糕的时候 上帝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最顺利的时候 上帝祝福我们 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上帝没有撇弃我们 上帝要带领我们 就算是基督徒 来到生命的结束 需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也说感谢上帝 因为他要带我回家了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思想 应该有的观念 就是我们要从 第一天相信主耶稣 一直到我们结束为止 我们的心 没有离开上帝 我们永远 是属于上帝的 Amen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除了耶尔华以外 你有别的神吗 或许我应该这么说 我们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slag 或许我们没有说 明目张胆的 去拜别的神 或许我们今天不敢 也没有这么做 可是在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有许多 无形的偶像 无形的偶像 不知不觉 他已经成了我们的偶像 这些偶像是谁呢 是你的孩子 这些偶像 是你的这个家 这个偶像 可能是你的事业 这个偶像 可能是某一个 伟大的人物 这个偶像 可能是你家里的 那一只宠物 你把这个 看得比上帝更重要 有一次 有一次有一个 有一个姐妹 她礼拜天没有来聚会 牧师就问她 为什么你没有来聚会 我家有一个成员生病了 她说是谁生病了 这么严重 我家那个狗生病了 狗生病了 就连聚会都可以 不用来了 兄姐妹 如果狗生病 那你就 就怎么样 你就 约 校的时间 带狗去看医生 然后早上 你还是可以来到 教会聚会的 你说对不对 你要把 以上帝 当为你的优先 看为重要 在台湾 有一个人物 他在教会里面 他是 很热心 可是有一次 来到上帝 来到牧师的面前 他说 牧师 我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必须要 在主的面前 认罪悔改 那牧师说 你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这么爱主 你这么热心 你还做错了什么 他说 我发现到一点 当我灵修祷告的时候 我发现 我以某一个政党 和某一个人物 当着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每天想的 就是这个党 每天想的 就是这个人 甚至为了这个人 我流泪 为了这个人 我呐喊 为了这个人 我可以付出 我很多的时间 去支持 去参与 但是相反的 比较一下 发现到 我在教会的参与 比那个政党的参与 更少了 所以 这个成了他的 无形的偶像 你们知道吗 上帝为什么 要阿波拉罕 献以撒 这个事情 如果你认真地去看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是上帝考验 阿波拉罕 你是不是爱你 这个独生的孩子 多过于爱我呢 我们知道 阿波拉罕 他是等了25年的时间 才有了这个 可爱的孩子 这个宝贝的孩子 这个能够 积成他产业的孩子 那你知道有一天 上帝说 你把这个孩子 献上给我 把他当成 基务来献上给我 你们如果 患着生理 是阿波拉罕的话 我相信 你又可以 一百个理由 跟上帝讲 No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做 可是我们看见 阿波拉罕 他没有说什么 他就是默默的去做 天一亮的时候 他就预备好了财 预备了牲畜 预备了工人 预备了 这个一切 然后预备了火把等等 然后就带着 以撒上到 所指定的山上去 这条路上 可以说是 很不容易走的 但是这一件事情上面 给我们看见 阿波拉罕 有始至终 他的心里面 有上帝 他知道 他爱上帝 上帝也必定爱他 上帝不是这么残忍的 上帝不是这么忍心的 要不要这个孩子 陷上 上帝其实是在考验他 今天上帝也借着患难 借着问题 借着疾病 借着这次的冠状病毒 要来考验我们 耶稣在你心中的位置 是不是一个主要的位置 还是我们需要真的 好好地调整一下 我们心中 最重要的是谁 最重要的是主耶稣 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其他的都必加给你了 最后我们看到彼得 他三次不认主 复活之后 主三次问他 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第一 耶稣问他 你爱我比鱼 比船更深吗 这些是属于物质的 第二 上帝问他 你爱我 比地位更多更深吗 他是十二门徒里面的大哥 他拥有这个地位 上帝问他 你是不是爱我 能够放下这个地位 成为众人的仆人呢 另外 耶稣在问他 你爱我比面子更深吗 更多吗 当时 他三次不认主 他真的是整个面子 都放了下来 他知道 他必须放下他的面子 以耶稣来代替他的面子 弟兄姐妹 所以之后 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要问大家一些问题 今天你最大的关心 最大的吸引 深深抓住你的 是什么 今天你最大的关心是什么 在疫情期间 你最大的关心是什么 有些人认为是健康 有些人认为 是三餐 是不是三餐能吃得饱 三餐能够吃得好 兄姐妹 如果我们还在看三餐 在看衣食住行 那我们就在灵的里面 在属灵的里面 我们还没有到那种 超越的程度 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一切 我们能够为了耶稣 放下我们的一切 就算少吃一餐 我们也愿意 弟兄姐妹 你能这样做吗 就算是有健康的问题 你仍然是爱主 就像叶伯这样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真的 弟兄姐妹 当然上帝会保守我们 在疫情期间 给我们能够远离 这个冠状病毒的影响 但是也有可能 我们会中这个冠状病毒 但是我们要明白 上帝爱我们 上帝能够帮助我们 另外我们要问 自己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今天你最吸引的 心心的 深深的抓住你的 是什么 有一样东西 今天很多人 是死抓住不放的 是什么 手机 对不对 你的手机 几乎代替了你的 生命的一切 你可以说24小时 天天都让手机 陪伴着你 就算是睡觉 也要放在你的旁边 兄姐妹 你的圣经 已经去了哪里 你本来有一本圣经 你需要看的 那本圣经 已经去了哪里 有人告诉我 说牧师 我的圣经 就在手机里面 不错 带给我们很多方便 但是我问你 24小时的里面 你看很多信息 你跟很多人有交流 请问你有没有打开 圣经 与上帝交流呢 真的我们要好好地思想 这件事情 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上帝 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没有别的神 一起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 让你的话语 藏在我们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你 也让我们在你面前立志 要再一次以你为我们的上帝 一生的上帝 唯一的上帝 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奉耶稣基督圣明祷告 阿们 林牧师的分享 刚才林牧师 我才想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现在疫情是如此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神 更不能没有回来敬拜神 阿们吗 同意吗 因为我们要牢牢记住神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 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过去的带领 很多时候我们远离的神 我们因为在家里舒服 我们没有来敬拜神 当情况逼到我们 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才回来教会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所以在这里我也鼓励大家 虽然疫情如此 但是不要紧 我们的信心仍然放在 那创始成终的主的身上 不要因为现在的情况 而远离我们的上帝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不明智的 一个选择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开始预备 我们的心领受圣餐 一起来纪念 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这个时候把你的饼和杯 准备好 如果你准备好了 你就跟我一起站起来 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 静默在主的面前 求圣灵带领我们 回到两千年前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那一夜是逾越节 主耶稣或十二门徒 在一起守逾越节的晚餐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二十七节这样写到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省茶 然后吃着饼 喝着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这个时候让我们 一起在主的面前 省茶我们自己 如果你有干饭主的 你在心里默默地 向主来认罪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注谢了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让我们一起凭信心 来领受主的饼 饭后 主耶稣要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个人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让我们一起凭信心 来领受主的杯 咱们一起低头的祷告 领受杯之后 你要把你的口罩戴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啊每次回来教会 都是你的恩典 能够一起统领圣餐 都是你的恩典 主啊今天好像 林木书所分享的 主啊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求你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要求你怜悯我们 特别是好多弟兄姐妹们 心里还有惧怕 不敢回来教会 不敢再次回到 你的圣所当中的 主要求你怜悯他们 也求你帮助我们 每个人 让我们每个人 有着从你而来的信心 不再惧怕病毒 不再惧怕困难 靠着神 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 而可以战胜我们的恐惧 主啊这个时候 我也求你的保守 与我们同在 虽然现在疫情 现在每天的数字在上升 但主耶稣 就你的保血 厚厚遮盖我们 每一个人 遮盖我们所爱的人 让我们不会受到 任何病毒的伤害 求你保守我们 带领我们 行走你为我们预备的 美好祝福的道路 我们将祷告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去说 阿们 虽然道路急去 困难献住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胆子中胆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献住我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有福分 一同参与线上聚会 同心敬拜神 如果今天你是初次参与灯塔的聚会 邀请您可以通过以下网站 播发简讯至 8442 8040 与我们接洽 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 愿神大大的赐福于您 我们下周再见 你一直都在 你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在 虽然道路急去 困难献住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但你始终胆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 绝着我 大声为我挪开 为我挪开 让爱都会出来 我要到心全要 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的定恨 展现实家答案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听话让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肯改 你抱手我一心怀 紧握你双手 不放开 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肯改 你抱手我一心怀 紧握你双手 不放开 打算为我挪开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的定恨 展现实家答案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要大声宣告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你一直都在 delighted to be noite 都会 我我们说 T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